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智敬 今天是2020年9月8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第一就是CNN最近出了一篇報道抹黑東方日報 這篇報道究竟有什麼失實的資料 背後又埋藏著什麼動機 第二一直以來我們的支持者都在爭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應不應該有一個藍色的經濟圈 最近有些事情發生在智敬身上 令我今天有一個新的體會和大家大分享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美國的CNN日前刊登了一篇報道有關於東方日報 題目是 兩位鴉片逃犯一位媒體大亨 香港報業的細手故事 這篇報道的內容指東方日報在1960年時 由兩名內地來香港的毒販兄弟所創辦 在這裡先和大家交代人物關係 CNN提及的這兩兄弟、弟弟弟叫做馬蕮臻 是現任東方老闆馬程鑊的父母 哥哥馬適瑜是馬老闆的伯伯 報道說警方在1977年以涉嫌偷運700噸鴉片 想拘捕哥哥馬適瑜 但他在被捕前說潛逃去台灣 之後他弟弟馬適珍被捕 但在扣留護照下潛逃去台灣被香港政府通緝 之後CNN還說馬適瑜在1998年世世 他弟弟獨自在台灣時 其實現在東方老闆馬晴坤 其實並不是真的想他爸爸回香港 因為如果他回來了 馬老闆就不再是真正的話事人 不再是皇上的說 總之內容非常誇張 但誇張說誇張 CNN的指控究竟是否真的 原來CNN號稱美國最大的媒體 有些基本資料都完全弄錯了 第一原來CNN不是說 東方是由兩名內地來香港的毒販兄弟創辦 但原來實情是 東方只是由一個人 即是馬適珍 即是弟弟在1969年1月22日 跟子敬的生日是一樣的 是創刊的 另外一個他們老屈 即是有份創佈的哥哥馬適宇 原來原來從沒有參與 第二報道說 馬適宇涉完偷運700噸鴉片入口 被捕前逃亡去台灣 之後弟弟又被捕 但在扣留護照之間又逃亡去台灣 被香港政府通緝 但實情是當年ICAC要求弟弟去遊說哥哥 回來香港指證一些貪污的警察 承諾如果哥哥回來就不會被起訴 可惜弟弟兩度去到台灣遊說哥哥之後 但哥哥也拒絕他的建議 誰知弟弟回到香港 不久被警方檢控 成為一家案的第九名被告 但原來這案件 九名被告中有八個人 包括馬先生 最後都是被判無罪 而律政司在2014年4月14日 指明弟弟 馬適宇先生是無罪的 證明這案件 其實從頭到尾都是一宗冤案 弟弟被人捕捉了37年 終於是在2014年尋冤得雪 第三 CNN又引述一名不願意透露自己身份的人 說馬先生當在1998年逝世後 弟弟馬適宇還在台灣 他說現在的東方老闆 馬程坤根本不是想他爹地回來 因為如果他回來自己不是說了事 這個指控我真的覺得非常離譜 你CNN無證無據 引選一個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 就完全揣測馬老闆的想法去報道 你現在是人格謀殺他 我們身為中國人 最重要是講孝道 你無證無據可以這樣抹黑人也可以嗎 最好笑的是CNN說 黎智英近年涉及的多宗審訊 都是因為他反中的立場 我告訴大家 黎智英面對這麼多宗審訊 不是因為他反中央 是因為他觸犯了本港的法律 包括刑事恐嚇 違反國安法等等 這些都是跟他的政治立場無關的 看到這裡相信大家都知道CNN的報導有多荒謬 但究竟CNN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出一篇這樣的報導 背後又有甚麼動機 如果你看回這篇報導 除了抹黑東方之外 其實同一天報導 有一個大肆在讚揚黎智英和蘋果日報 他又說黎智英怎樣起家 又說他一開始怎樣打通一些發布的渠道 又說最近網上訂閱的人數增加到72萬 又說是少數敢對北京有批判性的媒體 這個已經夠好笑了 現在十個主流媒體 九個都是黃 你還說你是少數 你就知道你是多麼盲目的讚揚蘋果日報 另外CNN還找了黎智英的副手 Mark Simon在被通緝期間在台灣做訪問 他說東方存在的唯一目標 就是要把馬氏兄弟從台灣帶回香港 跟你剛才的說法真的很自相矛盾 一時又說馬老闆不想老爸回來 一時又說東方存在的唯一目標 就是帶他們回來 究竟哪個版本才是真 所以如果照樣看 這篇報道很有機會 就是因為黎智英最近國安法被捕 而且美國大選臨近 美國開動他們的宣傳機器 抹黑攻擊和美國立場不一致的媒體 無論如何 其實這一年美國對於我們國家的打壓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赤裸 之前都會扮扮扮扮扮扮有仁義道德 之後現在說封殺你就封殺你 華為也好 中興也好 最近TikTok 現在香港的媒體 東方日報也是他們打壓的對象 所以其實我們一定要支持我們的國家 一定要支持我們的企業 因為那群美國人 從頭到尾都是想透過打擊香港 牽制我們國家的發展 讓他們可以延續他們的霸權 說完CNN抹黑東方日報之後 想說說藍色經濟圈 一直以來我們的支持者都在爭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應不應該像那群小黃人搞黃色經濟圈一樣 又搞一個叫藍色經濟圈的事情 有些我們的支持者都在做的話 哎呀我們不要跟他們啦 我們不應該是說顏色的 但是有些人說 我們當然要搞啦 別人也搞啦 為何我們不可以搞呢 最近有兩件事發生在指徑身上 令到我有新的體會 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一間賣燈的公司 老闆主動聯絡指徑 說想幫我們提升拍片的燈光 來到我們辦公室給我們一些產品用 我們也感謝他 他還找我們拍照 拍照 叫我們放上網 在他們的要求之下 那不要緊啦 既然支持得我們的理念 我們就放上我們Facebook 怎料我們Facebook一出了之後 那群小黃人就在射擊發爛 然後就去攻擊這間公司的Facebook專頁 令到Facebook專頁受到很多留言的惡意中傷 到最後這間公司也抵受不了壓力 被迫出了一個post 就是道歉 還叫紫敬 delete post 本來紫敬一般來說 在我們Facebook或社交媒體 post的東西說了出去 我們就不會刪除了 因為說了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收回 我們做人走得正 站得正 說了的話就是說了 為什麼要收回 所以從來都不會這樣 但這次因為涉及別人公司 而且別人這麼支持我們 如果影響到別人的話 我們唯有刪除了 因為紫敬知道其實他們都是迫於無奈的 但是有時紫敬想 如果既然有一些企業 只是賺了一些產品 但是如果未來有些年輕人 其實他們想為我們的陣營發聲 其實他們都要考慮生計的問題 如果他們做KOL的話 可能他們都要找一些廣告商去贊助他們 但是如果一些廣告商 認為贊助我們這些正常的香港人 是會被小黃人攻擊 但是我們正常人又不見得會多了光顧他們 多了支持他們的話 這樣他們就不會夠膽公開表示支持我們的理念 那些中間沒有什麼立場的人 就會覺得黃那邊好像很多人支持 我們這邊好像沒有什麼支持 這個情況又是不是大家樂見的呢 另外一件事發生了就是之前我們選舉 選舉是延後了 但是當時我們搞了一個何君堯和李梓敬的君子約定 其實當時我們發佈的時候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是做了一個Live 當時我們也在一個密色的場地去做Live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人 原本政壇新秀的Studio 其實坐不了那麼多人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間中資的科技公司 大家都會知道的 的公司的場地去做這個活動 到了這間公司告訴我們我們做什麼的時候 他竟然拒絕我們的要求 他說因為你們有何君堯、李梓敬、金晶智 我們不會接受這些事情 而他就說就算你是鄺俊宇 我們也不會接受 那麼他說這句話 其實他的潛台詞是否說鄺俊宇比何君堯 鄺俊宇比李梓敬 你不要忘記 你現在是一間中資的企業 我不知道跟我們說的同事 他自己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但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是黃的 覺得鄺俊宇是正面的 而何君堯是負面的 其實現在很多在香港的中資公司 甚至是建制的政黨 其實他的員工有些都是黃的 之前我們根本不會怎麼理會 但在去年反修例暴動之後 現在香港的立場這麼鮮明的時候 我們以後還是否真的信得過那群小黃人 去做我們的職員 去幫我們做事 他會不會善我們呢 所以經過這兩件事之後 只竟認為藍色經濟圈 我們未來一定是事在必行 當然要弄整個生態圈出來是非常艱鉅 但我們也應該由某些位置開始去做 所以我們打算小試牛刀 先支持一些本身已經站出來 認自己是藍店的店舖 因為黑暴和現在的歷程 其實我知道很多飲食業的經營都非常困難 包括已經自認了藍店的幾間店 我知道今個星期四 六點至八點晚上 就會有一班KOL 分別去四間不同的藍店 去光顧支持他們的營運 這四間店舖包括空姐牛肉飯 四川辣妹子 家記 和感受足備 不同的KOL去不同的店舖 去光顧 而我紫敬和小辣椒會幫襯位於西九龍中心的空姐牛肉飯 當然去得空姐牛肉飯 any空姐牛肉飯 當然都會在那裏 所以大家記得到時過來幫襯 看到紫敬和小辣椒 歡迎和我們打個招呼 拍照一起留念 我們一定要全力支持支持我們 支持警察 支持社會穩定的良心小店 我們決不可以令一班支持我們理念的人吃虧 所以今個禮拜四六點至八點 我會把四間店舖的資料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希望到時可以看到你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在完結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各位紫敬頻道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新潮民的文傑 最近很多朋友和我們反映 訂閱了我們頻道之後 在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youtube就沒有通知到大家 那其實事情是怎樣的呢 其實除了按我們的訂閱鍵之外 在旁邊要按鈴鐺 然後選全部 這樣我們下次出新片的時候 就會馬上通知大家 大家記得除了訂閱紫敬頻道之後 請大家也記得訂閱我們新潮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